原标题,外媒保辽宁舰出现钢板评级痕迹,代为专家现身甲板,究竟怎么了? 辽宁号航空母舰是中国第一艘服役的航空母舰,其前身是苏联海军的库茨聂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次舰瓦梁格号。 经过改良后,多数作为一艘巨练舰而存在。 最近,法国媒体突然曝光了一张辽宁舰的卫星图。 图中显示,辽宁舰正停靠在大连造船厂的干船屋中,尖到周围布满脚手架。 甲板原本的涂层被打磨掉了,露出了钢班拼接的痕迹。 航母到底是怎么了? 又有媒体爆出,辽宁舰的甲板上曾有上百位专家现身,而且数百名工员正在紧张作业中。 原来,这是我们在对辽宁舰进行升级改装,将部分原有结构结构猜除,扩大指挥他的视野,提升舰在机器较性能,并且提高航母的作战能力。 看来,咱们是想将辽宁舰改成战的航母了,为什么要做此改变? 这不得不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大环境说起,好像从今年开始,美国就开始带入中国不放了,先是发起了贸易战,给中国施压,没想到被我们倒打一爬之后,人不死心,派出军舰和战机三发四次来南海,东海挑衅。 这还不算,美国还煽动英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小弟,也来骚扰我们,宣扬所谓的航行自由。 接着,又以中国向俄罗斯购买武器为借口,说要对我们进行制裁。 被外交部队回去之后,又搞出来对台军售,污蔑中国干涉美国选举。 到七七八八的事情,九月份的时候,我们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抗议,拒绝了美国军舰反复香港的申请。 没想到,这两艘吃了闭门光的军舰,在转向南海航行期间,打赛的美国官因为了谢问示威,竟然在甲板上进行了实弹打板训练。 这还不算啥,前几天,美国又派出了两艘军舰,进闯台湾海峡,结果被我护海军舰强势为官。 由于中国的壮大,确实越来越多的国家,把我们视为眼中钉,美国早就将我们列为了大国竞争对象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确实应该时刻警惕,做好准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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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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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